咱们来看一个位于洛杉矶内陆帝国的大型社区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之所以带大家看这个社区 是因为这个社区里户型的设计,堪称经典 而视频里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楼盘里的一个样板间 通过视频里可以看到整个户型设计的非常开阔大气 整个楼盘大概有十几个户型 售价是从五十几万到六十几万美元 它的每个户型都有一个高的空间利用率 所以实际上居住的体验会比你所买到的面积要更好 像视频里的这个户型,它的面积是3700尺到4000尺 五房五个或者六个卫生间 这个房子的售价是66.9万美元起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漂亮 如果觉得这个价格高的话 那整个社区里面还有55万的户型 整个空间感也是非常的棒 现在咱们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是这个房子独立的一室一厅 它是有独立的出入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可选的升级的项目 这间房呢适合跟孩子分开住 互不打扰或者老人住 甚至呢来了客人 甚至租出去都是非常合适的 试房子就有优缺点 咱们来说一下优缺点 优点呢是这个户型设计的非常的棒 这也是我主要推荐的原因 另外呢社区的规划和定价都非常的合理 另外这个社区在地段和周边环境上中规中矩 没有硬伤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因为有一些楼盘是有硬伤方面的问题的 这些呢我会帮大家过滤掉 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物业费很低 虽然社区配备的很全面很豪华 但是它物业费只有131块一个月 咱们再说说这个社区不太理想的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地税是比较高 税率是1.9% 因为新区这边呢 基本上房子都是这个持有成本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很常见的 但是如果跟洛杉矶一些老的传统城市去比的话 它的持有成本还是高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区周边还是能看到荒地 因为它是新区嘛 它周围呢也有很多发达的区域 商业区的配套什么之类的也都有了 但是呢总是有还没有开发的地方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社区目前对应的学区一般 但是呢后面有规划要建新的学校 那当然建好了 如果学校好了 整个社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升职 但是呢那是后面的事情 目前来讲这个定价就是按照一般的学区来定价的 总的来说这个社区在这片区域里面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